本文系荣360专栏作者,七点半理财,原创作品,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荣360官方立场,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 2017剩下没几天,马上2018就要来了十年前错过楼市,五年前错过比特币,一年前错过茅台股的我们,2018不能再错过什么 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投资理财方式,归类起来有以余额保卫代表的货币基金,各大银行理财产品,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的P2P和中国人永远的心头大患,房子 下面就分类聊聊,在2018新形势下,投哪里更有盼投 一,国民理财产品,货币基金2017年余额保下掉了三次限额,目前每人可持有最高10万,每天最多可买2万,收益稳定在4个点左右,在基金收益榜上排不上名次 除了用习惯了,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建议,明年,余额保里面放入应付日常开销的少量资金即可 家庭紧急备用金和还没想好要投资什么的闲钱可以放到其他不限额的货机里 货机上哪买呢? 推荐上阿里的网商银行,腾讯财富通,京东小金库这类大平台挑 挑选货币要注意产品期限,并不是每个都像余额保那样可以随时消费或转出 最好是选择规模适中,成立时间长,收益相对稳定的货币基金 二,中产最爱,银行理财前段时间国家出了通知,要求理财产品必须打破钢队 因为银行理财再也不保证保本保息了,投资人真正自负盈亏 这其实是一个健康的开始,要是银行长期垫付 一旦投资人同时要求兑付,银行资金链断裂崩盘 最终炮灰还不是我们投资人 建议,2018银行理财怎么买呢? 根据要求,银行将不再允许出90天以内的理财产品 明年产品将以保本不保息和不保本不保息为主 建议选择半年以上,保本不保息的理财产品期限长一些 是为了追求5个点以上的收益,选择保本不保息是为了控制风险 毕竟前段时间新闻爆出真有人买了不保本不保息的 被赔光100万本钱 虽然是极少数,然而在银行理财也不刚对的今天 还是小心使得万年传 3,机遇挑战并存 P2P P2P这一年也是风起云涌 好在前两天国家刚出了整改验收通知 规定了验收的生死期限 明年6月被案成绩单一出 我们投资人很快就能看到哪家平台是不怕火炼的真龙 哪家是浑水摸鱼的臭虫 建议,明年6月前无论大小平台 投资要以谨慎观望为主 投资最好紧跟备案步伐 年初建议先投资3月标 度过过年半个月难申购,难回款,难提限期 到期后可撤出观望 等待台通过备案,再把钱放进去序头 也可放到其他备案成功的平台 第一批准入的平台,一般都是门槛比较高的 也卡得比较严格,所以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 原则上讲,越早备案成功的平台,越值得我们考虑 6月后真正是P2P腾飞的春天,到时P2P可以大胆放心头 虽然预计到时候会有降习潮,但起码采雷概率降至极低 4.中国人的话题焦点 房子房子是过去10年中国投资人们的赚钱利器 没买房的,垂凶顿族悔恨 买了的,垂凶顿族怎么不买多两套 然而要问明年还要不要投资买房 当然是,不要了 从下半年开始,在国家的掉空下 房价早就不再疯涨了,投资失去意义 房屋成交量也频频下跌 拿房价最疯狂的北京来讲,跌幅连续7个月 全国范围商品房交易量大约是2016年的一半 专家预测,2018年房价将跌20% 信不信就有你了 不过就如领导人说的,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 投资要是逆政策而行,必亏无一公众号 7.5理财,ID,LK730 将花倍额度提升至5万的最全攻略 关注,容360财密,回复,9,获取